我知道 你有要申请吗 我们要打四 二晚没法申请是什么事情 让一南大呼可惜 原来跟当兵有关系 内政部议证词从今天上午十点开始 开放了四个月一南线上申请暑期当兵 有机会在113年和114年 两个年度的暑假就服完兵役 只要上内政部议证书网站 选好题次填写个人资料 就可以送出申请 总计分为三个题次 军种都是陆军 第一题200人 第二题1200人 第三题200人 可按照自己的学期开始 跟结束时间来申请 让国内外就学的一南更方便 提早当当然是很好 你可能比人家多一点 社会理念或什么 可是还是得要先以学制为主 我觉得是这样 应该是毕业之后 让求学的过程比较完整 因为暑假可能有些事 需要去做这样子 街坊一南看起来 大部分人都兴趣缺缺 但也不是你填了 就可以在暑骑当兵 因为全国总共只有1600个名额 去年的台北市也才252人抽中 北市中签率约16% 今年升起的状况非常踊跃 一年兵上路跟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明年那个一年兵的服役对象 是从94年次以后的一南才开始 一南都还没有入营服役以前 应该这个政策会延续下去 但四个月的兵已经被外界质疑战力不足 只利用暑假当兵 真能学到战绩吗 的确对于就是部队的训练 还有战斗兵养成都是效率 相当受限的 一年151明年正式上路 未来四个月兵役会慢慢退场 当一年兵的一南可以3加1 三年读完大学 一年服兵役兼顾台湾战力 也不会影响一南毕业后的人生规划 欢迎新闻 林博华李鼎强台北采访报道